哥!看這個開場 我們又要去 北海岸吃海鮮 是嗎? 吃價海鮮的故事 我們這應該是去往公司的方向吧? 沒有錯 我們今天呢 我要去公司拿一個 好樣的包裹 這次呢 在這個PC用24小時購物上面 我訂了 海鮮 我買生鮮 厲害了吧 哇賽!PC用24小時購物上有生鮮 對!現在連生鮮都買得到 那他要運費嗎? 海鮮好像滿八百免運 其他的你自己去上面看就好 我們去拿那個生鮮的包裹對不對 公司有廚房嗎? 沒有 我們認識有廚房的人 欸!皮特你也在 老哥咧?老哥咧? 他帶Store出去玩了 他帶Store出去玩? 那我預謀好的這些好 要請他幫我做情飯 我總不能炸自己的廚房嗎? 讓我們歡迎知名廚藝頻道最帥顏值擔當 皮特! 皮特! 皮特!謝謝你今天來我們不想炸廚房 哇!馬上直接就變成一個主持人的身份 真的很為你開心 我們會重播一下你獲得最佳顏值獎的片段 不要啦!超尷尬! 好!我們今天我有買這個你知道 因為最近夯的東西 夯什麼遊戲 什麼魚遊戲的嗎? 對… 但我今天買的是 這是套Q 小花枝 這應該是小花枝吧 跟魷魚都沒有關係 還有這個蝦仁 然後還有我很喜歡吃蝦 所以我買這個炒蝦 而且我發現它炒蝦還滿大隻的 很大!其實蠻大隻的 而且海鮮是不是其實 只要它新鮮的話 蠻好料理 凍帶著 新鮮的話其實 水煮它也很好吃 那我自己在家會有問題 比如說我買的它是冷凍 那我要怎麼樣讓它就是 擠凍 你可能明天要吃 那你晚上就先拿出來放冷藏 然後隔天你可能要吃之前 它出來已經稍微有點軟掉 那就放到室溫 然後慢慢回到室溫 那就料理 因為如果這樣擠得要吃 有一個方法 連著袋子讓它去泡水 好!那我們緊接著進行我們的解凍時間 再看一次皮革的畫面 不要呢 說實實那十塊還好你眼明手快 長得帥 我們海鮮竟然就這樣子把它直接解凍好 還滿新鮮的感覺 它味道其實是 就是海鮮該有的味道 它不是那種腥味 首先就先把這三個放在一起 是要把它怎麼樣料理 我們做比較西式 它其實是歐洲的一種海鮮料理方法 它是用油門 它就是會用橄欖油 然後去煎蒜片 煎一些辛香料 然後最後再把海鮮下去拌 把它拌熱這樣子 好耶 那我們先做這個好了 好 我們就要備料的話 首先有蒜片 對 這下一個… 所以我們這個只用蒜片這個 蒜片這個喔 蒜片 然後喜歡吃到你就加一點辣椒粉 是 其實就這樣子 它調味最重要的是蒜頭 你想吃多蒜就放多少蒜 我們要加一樣是小許油嗎 我們看看你的小許油 我們有這個要比較多油 這個你講話比較老實 對 我們就蒜片先下 我們冷鍋就先下蒜片 好香喔 味道已經出來了 我們這時候加一點 可以了 提花花 就是煮海鮮的時候可以放點花椒 是嗎 它會提香 海鮮下鍋 好 一定要炸開 是嗎 這樣會爆炸 對… 不然這就炸廚房了 這時候如果不顯麻煩 你先把它蒜片撈起來 你就不用趕著說 我一定要兩邊一起做事 這樣子 然後我們下的順序也有差 像這個的話我們這種 就會先下 我們這個比較厚嘛 肉比較多 然後也比較大隻 我們這個就先下 讓它稍微熟一點 然後就開始下這個 最後再下 最後再算完夾子 熟度不會有的過擾 然後有的就太深這樣子 第一次看到你剛好 堂哥動手 我都快哭了 你都快哭了 住嘴 稍微把溫度提高一點點 那這不要大隻 我們就先下 好吃 好吃 然後又簡單 然後它也沒有什麼太複雜的 工序 工序啊 或是你要學會很多什麼 起刀法什麼都不用 沒有 因為這種是海鮮嘛 它本身就會有鹹度 是 那我就撒一點點就好 真的就是一點點 嗯 然後我們撒一點黑胡椒 其實這樣就好 我們這個可以光滑 上面啦 如果你喜歡你可以放一些香料 嗯 那這種乾燥的 用的時候就不要太多 因為它香氣很強烈 那其實這樣就好啦 皮特 你很棒耶 速度與力量就給它完成了耶 哇 它其實還是燙 它很燙 嗯 我覺得不夠鹹啦 今天我們可以再撒一點點吧 帶個帶香氣 像你說我們看我們的 退冰法 它不是那麼正確的 那我覺得還會退 因為它吃起來是脆的 還是彈口的 那比方說它這個蝦子 本來水準就還蠻好的 然後吃起來 也沒想像中負擔那麼重啊 它味道反而是清甜的 好的 那我們這個第一道就這樣完成了 這個就推薦給大家 現在 剛剛講到 好 蝦 那我們就做這種事 它很適合炒 然後像這種 殼嘛 像蝦頭我們稍微見一下 它會有蝦油 然後蝦油 沖一點酒 然後再炒一點那種 稍微偏甜的醬 然後去 讓它整個殼是吸滿那個汁 然後再吃會很好吃 所以 它很簡單 對 好 我處理一下 這是什麼燙 我不會叫 沒有啦 沒得過生日啦 我喜歡驚喜 對 你是不是真的不知道自己生的 我知道啦 我知道 錄影了嗎 錄影了嗎 我們剛剛已經把蝦子搞定了 其實如果說實在在家裡的話 是要去到這麼乾淨的狀態 如果我們用平底鍋 那我建議是 把前面那個尖尖的剪掉 然後尾巴這個尖尖剪掉 降低它刮剝的機率 然後 這個腳也先剪掉 因為剪掉避免你在乾煎的時候 它會 焦掉之類的 然後我們先備料其實也蠻簡單的 嗯 我們先下 因為乾煎一下 那我們就要先煎它的蝦油 好 蝦頭本身你有煎的話 它會有一些蝦油出來 然後會很香 我們一樣是開大火就這樣放 對 開火然後讓它慢慢煎一下 加一點油 然後我們加快它的進程 好 稍微等一下 這個價錢有多少 到上下 其實也不貴 對 確定是可以這樣煎的嗎 先加久 然後翻個面 我們先把像表皮這樣煎到有點 脆 酥酥脆脆 花點時間把它煎這樣子 然後它的油會慢慢釋放出來 然後這時候我們再來下醬油 因為這個口味會比較甜甜口 它比較甜 我什麼難不忍 然後我們這時候加糖 然後我們加一點白胡椒 OK 這樣 加一點薑 加一點蔥 然後辣椒一點點 然後這時候加完了嘛 我們要加一點水 讓它燜一下 然後時不時翻個面 讓它熟 吸那個味道 好醬油 鹽脂蛋蛋 再看你吃黃 等一下 等一下 它這個可以甜甜 因為它有辣 是 然後它也有鹹 是 那中餐概念是中餐的邏輯會有點像是 只要一絕對太鹹你就給它尬糖 對 糖太多 加鹽 加鹽 或者加辣 然後到最後口味超級臭 定期翻 那些湯汁 它自然就會把汁瘦差不多 有 好 來試吃看 這個黏黏的耶 對 這個等一下可以吸收吃 甜味是滿激烈的 有種焦糖感 蝦子做這種我建議還是開個貝 好潑 好入味 就你試得到它的那個鹹香跟辣味 是它的醬汁 但是你吃蝦吃到後面 它蝦子原本的鮮味都還在 還在 完全沒有被蓋掉 我覺得這個蠻棒的 我覺得它有點像古早味 阿嬤會煮的那種味道 味的應該不在了 靈異事件 什麼聲音 出生在聲音 出生不要吵 不錯不錯 今天謝謝 Peter 教我們兩道在家裡呢 可以做出一些 非常獨特的海鮮的料理方式 但是看起來不會很難 我覺得大家可以在家裡自己 試試看 吃起來的味道都非常好 而且非常有儀式感 好不好 Peter今天謝謝你 謝謝你 最後再看一次 顏值擔當得獎的畫面 為什麼 欸 Peter我在網站上面還有看到 怎麼賣白昌 整條 就過年那種整條白昌 聽說都很貴 很貴 但他們只有那種乾煎阿的那種方式 還是我下次可以買一條白昌來給你 然後你給我來一個儀式感 我可以拒絕了吧 好啦 你看看 我到你買的 從小丁 往小丁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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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